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158集 严刑拷打 见到小龙女扑入那一丛情花之中 公孙谷主忍不住一声惊呼 那又何苦如此呢 你身上还痛 她的疼痛便能少了半分吗 小龙女向杨过深深地望了一眼 缓缓转过身去 迈步出世再不回头 杨兄弟 再过十个时辰 我便协同担药前来救你 这十个时辰之中 只要你清心自持 不起情欲之念 纵有痛楚 一步难熬 公孙谷主说着 出世关门 竟自去了 杨过身上受苦 心中伤痛 前世所受的诸般谷主 与今日相交易 全部算不了什么 这谷主如此很多 我也能一死了之 任由姑姑落在她手中苦受折磨 何况我复仇未报 岂能让那假人假意的郭静黄荣 做下恶事 不受报应 思念及此 不由得热血如沸 激昂振奋 死不得 无论如何死不得 便算姑姑成了这谷主的夫人 我还是要救她出来 我还得苦练武功 给死去的父母报仇 于是杨过咬紧牙关 盘膝坐起 虽在渔网之中 不能坐正姿势 还是弃尘丹田 用起功来 过了两个时辰 已是午后 一名绿山弟子 端着盘子走进来 盘中装着四个无教馒头 谷主今日新婚大喜 也让你好好吃一个饱 将盘子放在渔网之侧 他手上密密层层地包着粗布 唯恐为情花所伤 杨过伸手出网 取过四个馒头 都吃了 我只要和这贼姑主 撕拼到底 便不能坐牵自己的身子 瞧不出你胃口倒好 突然门口绿影一晃 又有一名绿山弟子进来 悄悄声地走到那人的身后 身权在他的背心上 重重击落 先前那人没瞧见来人是谁 已被打得昏晕过去 杨过见偷袭的那人 竟是公孙绿鳄 你 你 公孙绿鳄转身 先将室门关上 低声说 杨大哥巧声 我来救你 说着解开了渔网的截子 扳开丛丛情花 放了杨过出来 他手上也缠着粗布 李孙若是知此事 你别管了 我来担着就是 公孙绿鳄随手摘下一小丛情花 塞在那绿山弟子的口中 令他醒后不能呼吸 然后将他附入渔网 情花堆了个满身 这才低声说 杨大哥 倘若有人进来 你就躲在门后 你身中剧毒 我到丹房 去取解药给你 杨过好生感激 知他此举时事身犯其险 自己与他相识不过一日 他竟背叛父亲来救自己 公孙姑娘 我 我 内心激动 竟然说不下去了 公孙绿鳄微微一笑 你稍等片刻 我及时回来 说着 偏然出事 公孙绿鳄年方十八岁 正当情斗初开之时 绝情幽谷中 所受内功修为 本来皆叫人摒弃情爱 断绝欲念 但有生即有情 佛家称有生之物为有情 不但男女老幼皆属有情 即令牛马猪羊鱼鸟蛇虫等等 也均有情 有生之物躺真无情 不免灭绝 更无繁衍 绝情谷所修者大为人性物性 书非正道 谷中虽有男子 但人人言语无畏 神色冰冷 公孙绿鳄自幼少想父母亲人之情 所欲者皆以无情为高 世上所有美味华福 知粉珍事 畅情说性之事物 皆遭排斥 突然遇到杨过 此人不但大赞其美 且举止跳脱 言语可喜 忽然而逢人生绝大快人快事 不由得心魂俱罪 无可抗欲 这一日中 静忠自私 无时无刻 不在杨过身上 一缕情思 牢牢记上了 这少年男子 再也不能自拔 虽为片面相思 但作茧自负 所负者 也是生死已知 不亚于两情相悦了 他何以待我如此豪烦 我虽遭急不幸 自有被人欺辱 但事上真心待我这人 却也不少 姑姑是不必说了 如孙婆婆 洪老帮助 依附欧阳风 黄道主这些人 又如成英 陆无双 以及此间公孙绿 恶这几位姑娘 无不对我极尽之称 我的深臣八字 定是极为古怪 否则何以待我好的 如此之好 待我恶的 又如此之恶 他却想不到 自己继遇特异 所逢之人 不是待他极好 便是极恶 乃是他天性偏激使然 心性相投者 他赤诚相待 言语不合 便视若仇敌 他待别人如是 别人自然 也便如是以报了 等了两久 始终不见公孙绿鄂现身 杨过越等 越是担忧 初时还猜想 定是单房中有人 倒要一时不得其变 时刻见酒 心想 纵然取药不得 他也逼过来告知 瞧来 此事已然凶多吉少 杨过心想 他为我肝冒大血 我怎可不设法相救呢 于是将室门推开一缝 向外张望 门外静悄悄的 并无人影 当即溜了出来 却不知公孙绿鄂现身何处 正自彷徨 忽听转角处脚步声响 他忙缩身转角 只见两名绿山弟子 并肩而来 手中各执一条金杖 显然是行刑之据 杨过大怒 姑姑宁死不屈 这无耻孤主 竟要对他苦行逼迫 当下放轻脚步 跟随在两名弟子之后 那二人并不知觉 曲曲折折地绕过几道长廊 来到了一间石室之前 启禀谷主 经账取道 那二人推门入室 杨过心中 砰砰而跳 见得石室东手有窗 于是走到窗下 凑眼向内张望 几只小龙女不在室内 公孙绿鄂 却垂手站在父亲之前 公孙谷主居中而坐 两名绿山弟子 手持长剑 守在绿鄂左右 谷主接过经账 冷冷地说 鄂儿 你是我亲身谷肉 到底为何判我 公孙绿鄂低头不语 你看中了那姓杨的小子 我岂有不知 我本说要放了他 你何必姓姬 明日爹爹跟他说 就将你许配与他如何 杨过如何不知 公孙绿鄂对自己大有情意 但此刻听人公然说将出来 一颗心还是怦然而动 公孙绿鄂低头不语 过了片刻 突然抬起头来 朗声说道 爹爹 你此刻 一心想着自己成亲 哪里还顾念到女儿 不错 女儿欺慕杨公子为人正派 有情有义 但女儿知道 她心中只有龙姑娘一个人 女儿之所以救她 就是 就是瞧不过爹爹的所作所为 别无他意 公孙谷主脸上 木染 并无气脑之色 依你说来 那我便是 为人不正派了 便是无情无义了 女儿怎敢如此说爹爹 只是 只是 只是怎么 那杨公子 身受情花的千针万刺 痛处如何抵挡 爹爹 你大恩大德 放了他吧 我明日自会救他放他了 何用你从中夺事 公孙绿鳄侧头沉吟 自在思量 有几句话到底该不该说 终于 脸线坚毅之色 爹爹 女儿受你生养抚育的大恩 那杨公子 只是初识的外人 女儿如何会反去助他呢 倘若爹爹明日 当真给他治伤 将他释放 女儿又何必冒险 到单房中来 那你又为何而来 女儿就知爹爹 对他不怀善意 你逼迫龙姑娘 与你成亲之后 便要使毒计 害死杨公子 好绝了龙姑娘之念 公孙谷主两道长眉 灯石竖起 冷冷地说 当真是杨虎一换 把你养这么大了 想不到今日竟来 反咬我一口 拿来 爹爹要什么 你还装假呢 那是情花之毒的绝情丹呢 女儿没有拿 哪儿去了 杨过打量适中 只见桌上 柜中满列药瓶 壁上 一丛丛地挂着 无数甘草药 携手并列三座丹炉 这间石室 自便是所谓丹房了 瞧着公孙谷主的神情 绿鳄今日非受重刑不可 只听他说 爹爹 女儿死进丹房 却是想取绝情丹 去救杨公子 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否则 何以会给爹爹吃绝呢 我这藏药之所 甚是机密 几个外人一直在听 从未离开过半步 这绝情丹突然失了踪影 难道他自己会生脚不成 爹爹 爹爹 你饶了养公子性命 凭他出谷之后 永世不许回来也就是了 爹爹 爹爹 在这儿待上一天 你虽偷了我的丹药 却送不到那姓杨的小子口中 总是枉然 十二个时辰之后 我再放你公孙谷主说着 头也不回地 走向室门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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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